大家好 欢迎收听财经ABC 我们续上一集的内容 说如何黑社会逻辑 黑社会逻辑 泰国 在我们那里搞事的精英 又被国安犯逼走了 去了泰国 捯不到我们 就先捯回泰猪 所以泰国的泰王都怕被人襲击 他的储备也不惹小 跟德国差不多 都挺富裕的 我都说过 因为泰国也是这个岛 有很多海水 又有太阳 很多雨水 人们摊在那里有得吃的地方 富庶是必然的 什么地方应该富有呢? 那种地方应该富有 是的 不过我想说 你说的是农业社会 年代是富有的 是的 还有我想说 富有不代表强大 强大是要靠人去打仗才强大的 你发现那些人生活在冬冬的地方 就会强大一些 生活艰难一些 譬如德国 英伦岛 那些人又冬 又没有东西 又深 又没有太阳 那些人整天都在想想 那些人都在想想 那种相比 也就是相比较自单 如何 你不强壮的话 你已经长不大 大哥 两岁獎尚死在街头 那我们看完这裡了 那我们看最近那些的金融市场的形势 那金融市场的形势 那些金融市场的形势 美元長短債平了 零不吸引力了 幾百億 幾十億身家 一利息也夠吃的 那你不用拼了 幾十億身家一利息也夠吃的 大奈何你身家只有幾百萬美金呢 只有幾萬元美金就不夠吃了 身家快少些人就不夠吃了 對不起 詩棍 你剛才說 身家只有幾百萬美金 叫做少是不是? 是啊 因為如果你不想冒險就能吃 你就買美債 只有一來都沒有 對不起 我反而要跟老虎說的東西 是繼續的 有很多層的 這個世界的 所以有很多層的 所以其實美國加息為什麼要一格格加呢? 以前不是九個星期二息加一次的 一來的二五個加上去 一層一層夾一些人出來 那些息差越來越少 算不上數的人就一層一層出來去接貨 哎呀 我的息差不夠吃了 唯有賭一賭買股票啦 或者買企業債啦 那這樣捱行一些經濟啊 或者找人接貨啦 你之前說過啦 這個 但是呢 現在就是爆炒模式 說過啦 沒息了 沒息差 沒利息了 那些人就要冒險了 所以見美股都跌不了啦 說到你之前接貨一直那個說法都是這樣 不要管實質發生什麼事啦 陰公實質啦 爆國會山莊那些都不管啦 照星啊 見不見啦 我這裡想做一些補充啊 今天有個朋友問我 為什麼爆到這麼大啊 會創新枯的啊 就是我懷疑它創新枯了 就是好像是孤的那些創新枯了 所以就輸到創新枯了啊 然後呢 我唯有這樣說 小朋友 剛剛炒東西啊 等我告訴你啦 這麼小味的 社會新聞和台經新聞是兩類的 次子大國那些呢 叫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呢 社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用理的啊 你只需要看財經新聞 是不是在那裡引人紙啊 引人紙就升咯 我告訴你還思街頭啊 社會學人這樣去看這些資本主義的 輸到你底褲都沒有了啊 我們的資本主義的人還會拍拍手笑笑口啊 但是同一件事在香港 在香港都想到PK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呢 所以其實呢 另一個今天輸死人呢 就是 那你那個美國是不是很混亂呢 是啊 那些黃金跌啊 那些黃金跌啊 那些黃金跌了啊 那些黃金堆了50元啊 昨晚真的要瘋了 那些原因就是這樣的 A軍做了一點主席 鬼叫啊 黃金交易的那個牆 有一部分在市值大角嗎 他看牆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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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看牆 而且都是一折折的 如果那些 一般散戶買黃金當然是長的啦 這段時間 正常看經濟數據 你當然是拿的 是啊 那你的對手大戶就唯有沽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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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呢 發生這樣的事情 想著阿琛吹兩嘴 吹兩嘴水都沒有力水啊 誰知道真的有人動手 有沒有收錢啊 不知道說真的 誰知道真的有人動手 有人動手的時候呢 那我的大戶是空了的嘛 你如果是那個市道混亂升 就夾爆我的倉 行不行啊 你說 行 就不是大戶啦 所以 所以一招收到你的公司 一招下去50元 什麼孖展都輸了 是吧 可能是對的 你是看對的 不過你的財力不支持你對的嘛 那你就輸咯 這個不是做事理論 這個不是做事理論 但是那個問題是什麼 但是銀沒有跌啊 你怎麼解釋啊 銀就沒有跌了 我跟我說 銀就沒有跌了 銀就跌到PK 跌了50元 就是說你看中的市都沒有糊塞 記住啊 這些故事是很深刻的 全部都是 所以看新聞 就不用看得這麼貼的 這些東西就隨緣了 基本上 我看到你的傷痕 黃金的傷痕 這個是 是啊 黃金的傷痕 但是呢 我們回顧一下 於是現在爆炒年代 是不是 其實錢是有腳的 大家記住了 錢有腳會到處走的 所以呢 走到那裡 是啊 我們上次其實說過了 根據這個大戰量 錢到處走 最好走去哪裡 如果要欺制中央市場 那些錢在哪裡最好 走去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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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你每次走都會蝕本 你放心 這世界就是民以利盜 沒錯 但是呢 有些人懂得計算 都覺得太貴了 所以會走去別的地方 走去哪裡 那些人最好 那些人最好 這樣啊 這個就飛去中國 合理的應該是中國 對不對 這個道理來說 經濟也好 你猜這個 赤紫達哥那些人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中央市場 所以要把他 那怎麼把呢 把他 把他 這樣說 說就可以了 哎呀 不准買 知不知道 見不見到 不准買中央市場的電訊股 他說因為會交資訊給這個 交資訊給這個 中央政府 那斯洛登都說過了 那這個 那這個 CXA 都已經是洩清了所有的通訊 我們用WhatsApp 用WeChat 又用Google 又用Gmail 又用Hotmail 什麼都齊了 哎呀 你都被人看光了 基本上 他做就行 你做就不行 是不是 所以就把這些了 然後還有 還有 這件事就壞了 上一天又說不准交易 昨天又說不如我們買賣 今天又說不可以交易 這個真的 真的 真的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走不及 昨天發過好消息 說我們還是讓他繼續交易 讓他自己走 今天還是不能交易 這樣可以嗎? 這樣也可以 其實 左一巴 右一巴 我還沒看到這麼兒戲 中華成熟市場 各位聽眾 你猜這個 三大電訊股 不能買賣呢? 你猜那些高官 美國那些 是否早幾天才知道? 你覺得是嗎? 他早知道 那就搞定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這麼有錢 我們這麼沒錢呢? 很簡單的 這些事情 接著就是 這個 這樣的 Ban Ali Pay 和WeChat Pay 是 又是這樣 不可以買賣 不用做生意 那 好了 那 這個就是 怎樣? 雖然很合避 所以 有一個註腳 他可能 又要彈出一次 讓他先做幾天生意 是的 為什麼? 因為 阿特離譜 他現在 是不能用這個Twitter 所以 可能要申請 在這個TikTok 和 用WeChat 到他用這些 做communication之後 到他恢復這個Twitter 他就會再廢了這兩個 所以他會彈出彈入 大家放心 有道理 所以用這些手段 你就不會去中央市場 但是 按照 我們之前說過 真的沒有記性了 要騎制這個中央市場 最佳的套路 是養肥哪兩個? 養肥哪兩個? 唉 你真是失憶了 當然是養肥這個櫻花街市 看不看我們 和通心菜單 是啊 我們說完之後 這個今年的 一年圖 看不看? 一直上的 已經 看不看? 日工就一直上 沒有停過 上了26年 他電牌很多武器 是啊 是啊 還有什麼? 還有台灣 都直線上升 看不看? 看不看? 一路不停上 還有 應該有一點關於這個空心菜單 為什麼? 因為 我們鄉島市場 已經不再成為 這個圓東的間諜組織 的間諜中心了 哦 是啊 沒有得到 所有人都要養肥出去 而養肥呢 有可能就是這個空心菜單 空心菜單 是 空心菜單 都不簡單的 都很混亂 再加一些人下去 都不可能幾年之後 要搬 那些這樣的中心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看著我們中央市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其實真的是 這個 鄉島的 因為鄉島 那些人 一般來說 你用羊吻去溝通 等等 都OK 甚至乎 鄉島都多羊爐 但是呢 你在這個空心菜單 就多了 櫻花爐的 啊 你說得很對 是啊 所以 如果是養 就應該在鄉島那裡養 但是去年 前年衰了嘛 搞不成 這樣就被人清剿著 那我唯有忍痛國安去第二處 所以呢 就直接 接管這個空心菜單 這樣就by pass 這個的 英花街市了 那各位要看一下 其實呢 這個應該是 十一月大選開始 美國 這樣就進入了這個 群魔亂武的階段 知道嗎? 原本呢 你就不夠膽呢 硬撼 撕子大國的嘛 很多領導人都 是不是? 我做了些事情 就立刻制裁啊 又罵我 就很不妥了 正如美英 正如撕子大國呢 半屆可以踢契 其他小弟 或者對手呢 也都可以趁這個時間 是怎樣? 做事咯 所以呢 我們先有RCEP 看不看嗎? 先有RCEP 拉著這個櫻花街市啊 全部這個東盟 是不是? 做了一個大市場 那些人不用交代了 那些人沒有人 都不知道問誰了 我們又不用看誰的臉色了 現在那個人走身 還沒上來 先簽了先 先斬後手 趁你閉啊 我們簽契啊 是啊 第二樣是什麼? 第二樣東西呢? 再過去這個 再過去這個 中歐投資協定啊 大哥 大西洋 要派錢給歐洲人 歐洲人想舔那塊錢很久了 但是呢 又怕被這個 池子大國 急急急急急 趁現在 阿琛琛 都剩下幾天氣頭了 幾天淹淹一血的時候 說又不用聽 阿丹臣呢 又沒上來 沒得趕著 他就趕快一二三簽了 很明顯 接著呢 其實俄羅斯 在中亞那件事呢 是不是這個 啊 亞美尼亞 也是 都是同一個邏輯來的 就是趁他 趁他 清亡不節的時候 將亞美尼亞的親美勢力 上約他 你看看那些事情 全部都這樣做 看到嗎? 是啊 難道等你醒來才跟你打過嗎? 所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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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選的時候 可以踢踢的 是不是 但是對你有張梁繼 對手都有過場梯的 那些人很積極地做的 是不是 另外 就是好像那些 小時候看那些 如來神掌那些武漢演員 這些呢 四年開一次花 那我們就要趁他開花的時候 就要拿那顆龍珠走了 那那個呢 是啊 或者趁他閉關的時候 就可以打他一些 哈哈 哈哈 就是這樣的道理 好了 最後 我們這個中央市場 開放歐洲投資的協定 其實我覺得 是有些 用了iPhone的故事 是不是? 用了iPhone的故事 為什麼我們會給錢給歐洲人賺呢? 那些人都覺得 是不是因為怕美國打壓呢? 所以中央市場要喪權辱國 簽過這樣的投資協定呢? 因為是將投資設限都取消 基本上 很多地方 汽車啊 那些新能源 其實這個邏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是 因為在2000年初的時候 開放了那個市場 給這個 給這個 富士 富士 富士匡 是不是? 進去幾十萬人的工業園 不斷打這個iPhone 那發現這個iPhone 第一 有了這麼大的生產 可以賣到全世界都是 連連換款都做得切 是不是? 第二呢 就是呢 其實那個重點呢 你說養活了很多人 那這個也有點重要啦 但不是最重要 因為以中央市場的規劃文力 其實開發這個本地的建設 都可以吸收這麼多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發現呢 其實整個產業提升 看到嗎? 以前只有iPhone 你玩玩 以及Samsung 2000年的時候 是不是? Nokia都有的? 現在沒有人用的 然後後來呢 又出了華為 是不是? 又出了我們的OPPO 埋到整個非洲都是那些 你發現呢 經過十多年的洗禮之後 由於有很多工程師 我相信做電話工程師啊 那些這樣的工廠管理人 做完這個富士康之後 砌過iPhone之後 幫第二個老闆做事都可以的 是不是? 應該曾經做過一些Firm Visit 一間小小的 二十多三十人的那些 做過智能瓦鈴啊 嘩 整班啊 在學校十九幾個啊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這個算法 algorithm 看看呢 不同的角度呢 這樣去動那個瓦鈴 我們怎麼感受到啊 這樣看完之後 好厲害啊 是啊 是啊 你給他們機會學過做事 他們自己可以運轉 你開放了給歐洲呢 那歐洲最強就是做車 基本上 做車 所以呢 你見了 其實呢 內地上海都開放了給Tesla 應該是年多之前 開了給Tesla的超級工廠 那內地的電能車呢 就馬上感覺到威脅了 你見到嗎? 以前的電能車很難看 四四峰峰的 你是不是不想當成了 是啊 但是你見了 現在新出 好像這個比亞迪的汗系列 都已經很帥氣 帥氣的Tesla 我看過樣子真的是 不帥氣 都要做一個CG 做到他帥氣 CG 我知道你說誰了 當然是說什麼大的汽車 那些什麼大的設計都很漂亮 不過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好像說年尾做到 如果能做到的話 真的是 演壓性這麼漂亮 雖然他在這裡抄 這個抄的有些的款式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 感覺很好 所以呢 其實他 以這個中央街市的摸著石頭 過河模式 其實這個智能手機 帶了給產業升級 以及整個經濟體的活力 增加了 連帶旁邊的產業和人才都改進了 所以他們就不怕引入強者 進入內地的市場 其實另一個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民族自信 可能因為我們的教育搞起了 他請外資 請我們的工程師便宜一點 不會在德國請我過去吧 是吧? 請了一個過去吧 不會整隊請過去吧 逼不得已 是的 逼不得已都會訓練到我們那些人員 還有生產技術的 所以我預期這個生產產業 基本上更上一層樓 基本上是 還有大家知道中國人有信心才可以 中國人真的很聰明 你交上手你就知道了 大哥 你們大家想想 那些人做國企的時候 A軍那些做國企 有個Department Head 一弄出來頂他 子丹福 數學PhD 是啊 是啊 其實很厲害 所以 祖國也不怕開放的市場 引入競爭 其實是等自己的產業升級 給自己的壓力 給自己的企業 基本上 入到LSE那個 又不知道什麼 然後又問 我們哪家U啊 Hooking you啊 福建大學 是啊 這是行業裡面 很流行的笑話 是啊 所以其實 大家都準備好了 各取所需 不是說什麼 所以你說中央市場 不要說要技術換市場 其實不需要了 他發現這個是 即是內部去到適應 其實基本上那些企業 都會做大做強的 他們不怕這個外資企業 基本上他們實驗了 發現 都不是太怕外資企業 侵蝕市場的 就是這樣 有一件事 A軍呢 就是在量度的 就是 就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硬實力就夠了 要做武樂民主呢 其實都是要有軟實力的 其實就 除了貿易多之外 就要對方不要冤枉你了 其實我們這些事情做得好 但是經常被人冤枉 例如說我們救僵那裡 怎麼動維吾爾族人 這樣 又說我們種族滅絕 誰知道 他說我們種族滅絕的時候 維吾爾族人的人口增長 更多於他們的國家 那些人 不是 國家普通人都多過 是啊 多過他們 維吾爾族人的人口增長 多過 罵我們那個 加拿大 加拿大在那裡 說我們種族滅絕 這個就不關加拿大的事 其實我們就是說 如果他們 有投資到下來 我們中央市場多的話 他們就不會 冤枉我們 冤枉得那麼離譜的了 是 這個也是另一個計算 這個你說得很對的 是 分得多餅給別人吃 別人 說起你上來 都不會去得那麼盡 是啊 起碼那些謊話就少些 如果是說真的 那就大家改善吧 冤枉的 就不會 下了錢下去 就不會冤枉你的 是啊 基本上下國策的操作都是這樣 所以 這個主席都說過了 中央市場 我們的市場只會越來越開放 因為其實 我相信是由這個 iPhone 這個水果手機的iPhone的故事 學回來的 你看到其實整個政府是很有活力的 按照著這個經驗 一直一直去到 展推巡 你看到這件事情 就不是說 我求你那些歐落 最傻的就是 我求你那些歐落 用什麼 今時今日不用了 去到這個規模 那些錢是沒有用的 三毛的美金有什麼用 賣給你 我想問一些人 沒有東西賣給你 這件事情 還有 在現在那個技術競爭市場那裡 有些的板塊 我們的競爭力 開始已經可以和全世界頂尖的有得鬥了 例如的就是 上幾次你提過 就是這個新能源車 我們有刀片的電池 電池 這個很厲害 甚至乎 我們的一塊短板 就是那個芯片 其實我們正在開發這個石墨烯 我看過這宗新聞 那個九章那個超級電腦 好像會用芯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還沒看 如果是 又不知道什麼技術 我簡直是 是啊 甚至乎其實去到AI那方面 原來工業的AI 由於我們中央市場 比較多工廠 所以工業的AI 原來是發展到世界頂尖 還有我們也有很多搞大數據 早幾年就說這個谷歌等等 或者是是Facebook那些 那些大數據很厲害 其實到今時今日 已經我們的踢拖 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 更厲害 我們其他的是Facebook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處理大數據的成熟度 已經開始超過頂尖的國家 所以我們這個華人 真的不要死聰明的 以大家要有信心才行的 因為你看回 我們怎麼說 我們的發展新世界系列 就是外國人這麼發 不是因為他們聰明的 你看一下 其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我們的人民的智慧 都不差的 不會差得到別人 是這麼巧 他們就在這個開發的時候 就立了很多資源 而令到他們 促使到他們容易些 去搞這個工業革命 那一用到機械動力之後 那就發達了 還有他們搞機械動力 A軍都經常說 其實如果成果當時的大西洋那邊 最有實力去搞這個工業革命 本來就應該是法蘭西的 但是為什麼工業革命 會在這個昆仑島出現 就是因為煤炭 就是因為當時他們的煤炭 大部分都是要抽水 才可以刮到的煤炭 聽說在海邊 就是找人下去挖 就很危險的 又會淹掉那個洞 就浸死了那些人 就是想辦法抽了礦炭的水 那英倫島就很窮 要賣些炭給歐洲過冬 那它就賣得錢 因為可以生活到 是啊 所以當時呢 煤炭對昆仑島來說 有所謂的黑色的黃金 還有啊 他們發掘煤炭的時候 那時候天然氣又未用 又未適用石油 過冬啊 唯一一樣令你凍不死的 就是靠煤炭啊 所以 所以當時呢 由於他們 昆仑島裡面 那些煤炭大部分都是濕水 就是要抽水之後 才可以發掘到 結果商人呢 就大量投資下去抽水機 投資了多久 才變成蒸汽機呢 就投資了二百年啊 這樣才去搞蒸汽機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有一本書 就叫做這個 Grace Divergence 已經說了 如果是說機械的動力呢 我們中央市場 神祖已經有皇帝去玩的了 玩什麼呢 例如呢 我們的機械是去到呢 全世界第一個自動門啊 就是在中央市場上出來的 哦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就是呢 暫時呢 就是呢 現在應該到處都是 爆買的了 但是我們的中央市場呢 看來的套路 都是會被這個 這個赤子大角呢 站住的 就不想這些錢 給那麼多給中央市場 還有呢 我們中央市場呢 都很忌忌呢 就變成呢 過度的資本化 就是怎麼樣呢 每個人都走去 虛擬經濟那裡 因為呢 次至大概最近的二十年呢 就是自從脫掉了金本位之後呢 就可以濫發銀子啦 所以呢 越來越多呢 那些精英人 無論是這個的財務啊 以至是電腦啊 IT方面的精英呢 就有很多輪到去呢 就搞金融 那反而呢 就脫實入虛的 大哥 你讀到PhD那樣 其實就很應該做一些 AI啊 或者其他那些工程上的實務的 但是工程上的實務 沒有直接搶錢 那麼穩一顆錢都嘛 那中央市場可能因禍得福啦 人家都不讓你爆炒了 那我們唯有低頭做好自己的事 那中央市場呢 就都不需要亂引銀子啦 變了呢 他也都很忌呢 就是呢 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 脫實入虛 那所以呢 就不會搞那些那麼變態呀 亂來研發貨幣呀 那些政策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會比較multuous的 這樣去升的 那今天就跟上下一集啦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